有朋友在 Chat Room 問你會否建議買 Crypto 或者 Bitcoin 的 ETF 其實是否買得過 我覺得 Crypto 其實我要先離身 Crypto 這些不是我最專精的所謂的範疇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是買賣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小柱為之的話 我覺得作為一個另類資產的嘗試 就是沒有不可的 為甚麼你不尖手呢? 我沒有不尖手 我有 你有的? 我有 我不是說小柱占手 因為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 中間背後的原因我不說太多 我純粹是一個數學的邏輯理論 很簡單 我們俗稱所謂的貨幣 雖然我不是 Crypto 的專家 完全不是 真的不是初歌到連初歌都不如的 我先自稱了 但是我起碼都看 我承認自己的基礎 但是我都聽過一句 就是所謂的幣市裏面有的金句 就叫做這個 幣市一日就人間一年 是 是 我應該有這句話 我沒背錯 就是説貨幣 即是一天的複雜 或者是一個 momentum 已經是等於有一些換工用股 或者沒有 波幅的垃圾股 其實一年上升最高最低位 變成有一個所謂高波幅性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是投資也好 或者是投機也好 其實很便利你的 這是第一個相對的優勢 我會覺得 第二就是在所有的貨幣裡 其實我們就是說 如果你是多人使用的 或者它的技術 那個加密的技術 或者所有東西是相對比較好的話 自然而言 其實就是多人是會普及 或者是越來越多人接受 就會形成了存在即合理的 一個這樣的情況 你看到現在 譬如比特幣 或者是以太幣 這些都是相對比較熱門 以及都暫時沒有什麼貨幣 可以取代到它們的地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是說 而且再建基於最後一個純數學 因為我不想解釋 即是貨幣的邏輯 因為我都說過我是初手 明白嗎 但是我只知道那個數學的原理就是說 如果一件物體 它是幣市一日人間一年的高波幅 成為所謂相對的物體 而我只願意只是放少少錢下去 根據股票的原理 向下跌只會跌100% 還是向上可以升一億倍 或以上的情況之下 我為什麼不把少量的錢 是一個無雙大眼的錢 其實是放下去一件 有機會升那麼多倍的物體身上呢 正如說好像我英偉達而已 其實很多人說 阿Sir 我很羨慕你 你這麼多年前有英偉達 但是我沒有跟你說 其實英偉達的住碼不低 就是以絕對的住碼不低 絕對值 但是問題是這個絕對值 坦白說相對於我多年的角度 其實又不是整副身家 只不過是相對一部分 我預了是未預贏 先預輸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幻想我當年2014年的英偉達 就等於若干年前的Bitcoin 甚至低一些價位的Bitcoin 其實我處置的手法是沒有分別的 最後英偉達升了差不多幾十倍 其實你有信念 如果你覺得原來最多人接受會上升的話 其實在數學上 一個微不足道的錢 如果懂得太多的時候 就會等於你人生很寶貴的錢 反正向下最後都是歸零 歸零的話你就覺得 小錢就隨便 參與了一個世紀的見證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好 所以是 這個這麼簡單的數學原因 因為我先是戴了頭盔 我這方面不是專家 所以你覺得如果我講起小錢的話 沒有所謂的 但是問題是 我純粹用一個數學的理解 我只是放少沒有錢進去 最後一句 向下跌也是當見證歷史 但是它上升得好的 就是由微不足道的錢 變成你很緊要的錢 你就想想這個道理合不合 是的 大家都可以 Alex的建議都是可以留意的 不過就控制住馬 好啦